好,来看到第二届的玉璃医院精神病有附件成果连展KPO了 这次参展的总共有八个卫生福利部所属的医院 百福的参展作品类型非常的多元 期望藉由丰富的艺术创作与社会大众来做交流 促进各界对身心障碍者的了解 第二届玉璃医院精神病有附件成果连展开幕茶会 这次协办参展总共有八个卫生福利部所属的医院 百福的参展作品类型多元 有蜡笔、水彩、油画、多媒彩、拼贴画等等 希望藉由丰富的艺术创作跟社会大众交流 来促进各界对身心障碍者的了解 因为看到这么多的作品 这么多的我们自己的伴侣带动之下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在这个时候正是一个关系情练的一个时刻 尤其你看看那天使在跳舞的时候那么的喜悦 这次的展览让社会大众在欣赏不同艺术作品之余 也能够更进一步认识精神病有的独特常才 以及无限潜力 而且我们进来看的时候 我走黑圈 我们的卦里面都充满了一些亮的色彩 大家对精神的定位女好 或者一些学业都觉得好像我们的男女正 但是我们看不到实力好的那些灰暗的色彩 透过病友们的作品中颜料的构图以及配色 得以窥见画家们丰富的内心样貌 同时也可以拉近对彼此的理解 增进同理心 促进社会祥和 记者高中双玉里镇采访报道